我们接下来想要把这份主文件 是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寄给相关的人 那你会说这样子一个信件内容 我们怎样寄给别人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完成与合并 完成与合并这边有一个传送电子邮件讯息 这个时候这个收件者就很重要 收件者是不是我们有一栏叫电子邮件 接下来阻止 阻止 我会建议你们阻止这边输入适当的一个阻止内容 例如说 电脑 心知 教育 训练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们要看到邮件的格式 我们当时透过电子邮件 应该是一个网页的方式来去寄出去的 然后寄给谁 全部 还是只寄给目前的记录 就是目前在第几笔 第一笔就只寄给第一个人 那这边是不是还有一种是从第几到第几 比如说一到二 就是我们那个以色谈案里面 第一列的记录 第二列的记录 第三列 就是那个记录内容 一般我们要记就记全部 然后连选什么 确定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内容直接寄给对方 而且这个人名 第一个人一定是放王小明 然后他的会员编号 这都不会有错的 而且他只会收到他自己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有没有做到什么密件复版 那你应该不用担心 反正他这边 他只会寄给那一个人 他不会就是直接把三个人 同时都呈现在那个收件夹的地方 这点是不会有问题的 他不是一口气呈现三个人 而是每一个人只会收到自己的 而且上面只会看到自己的 他直接做成密件复版的那个样式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只这样确定就好了 那我这边并不是准备真实的电子邮件 所以就不要按确定 只要你们知道说怎么样记就可以了 好 那以上就是说 这份合并列印的信件内容 怎么样透过电子邮件记出去的一个设定的方式 所以就点选 这边合并与完成电子邮件讯息 记得在这个地方要选择电子邮件 还有一个贴切的阻止 记得按确定 那现在暂时就不按确定了 先暂时按取消就好了